但今年確定還是要辦 所以警察挫來蛋 為什麼特別是彰化警察 因為每一年在彰化都會有搶教 都會有糾紛 甚至會有肢體衝突 所以正南宮副董說 封城才不辦 還是要辦 再讓情況之下 彰化警察直呼 他們要挫來蛋 我們來談談 正南宮的副董 正南宮副董 他據說是真正的主事者 可是其實你知道嗎 他在當地一開始的時候 也有被人家抨擊過 就說他是All Day 還有一些電視台 他是黑道背景 對 他是黑道背景 做殺死的 然後白天好像在做這個宮廟 晚上是不是有在做一些娛樂的事業 好 弄下去 你知道嗎 這個事情一傳開之後 後面也沒有人再敢報導 因為其實他的背景 也是非常非常的硬的 對 所以後來這個消息 就慢慢慢慢慢慢的 就比較平息下來了 可是有一次 大家可以看到正南宮 他真正的實力是什麼 正南宮整個這個 生疏越來越上面 就他開始做文創 做文創的產業 對 文創的產業 然後加上年輕人很喜歡 就整個把它衝起來 可是其實你知道嗎 他在當地一開始的時候 也有被人家抨擊過 就說他是All Day 還有一些電視台 他是黑道背景 對 他是黑道背景 做殺死的 然後白天好像在做這個宮廟 晚上是不是有在做一些娛樂的事業 好 弄下去 你知道嗎 這個事情一傳開之後 後面也沒有人再敢報導 因為其實他的背景 也是非常非常的硬的 對 所以後來這個消息 就慢慢慢慢慢慢的 就比較平息下來了 可是有一次 大家可以看到正南宮 他真正的實力是什麼 有一天就是 他不是去搶董監事的位子嗎 另外一派的人就去檢舉 就台中地檢署檢舉說 他們收了這個香油錢 好 收了很多沿途落盡 不是有金牌嗎 都被他們變賣掉了 等於說上下起手 所以那時候 其實台中地檢署的檢察官 就已經收到了這份風聲之後 就去衝去正南宮 直接拿了搜索票 你有沒有看過搜索廟宇的 沒有 到了搜索票 到了二樓 然後就跟他們講說 現在有人檢舉 檢舉說你們的香油錢 這個來源不清楚 等於說你收的香油錢 都是現金 會不會放在口袋裡面 就拿走了 還有你這金牌到底有沒有 結果你知道嗎 把這個金庫打開 裡面的金牌都還在 所以這是第一次說 所以這是當時 打開金庫的畫面 對 所以那時候大家就想說 原來收的金牌都還在 而且原來收的金牌 原來有那麼多金牌 這麼多 所以這就是他第一次 第一次有這個展現他實力 然後後來這件事情 也不了了之 檢察官也查無實據 因為錢都還在 金牌也都還在 但是因為這個事情之後 馬上就有人看到了 黎明華也看到這個新聞 他就想到 黎明華是一個犯罪集團 很有名的犯罪集團 他很有名 我們先簡單講一下 他做了什麼壞事 黎明華那個時候 是討債公司的 討債公司那時候有個跟毒員 跟毒員 跟毒員槍案 那時候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裡面的一個兄弟 跟毒員槍擊案的宗教就是他 就是他 而且他是去挺毒 什麼意思 就是說他有一個兄弟的哥哥 欠人家大樓的管理費 然後大樓的物管公司 就很不高興 就說你要進出的話 你就要付管理費 不然我就把你的BB卡給銷持 雙方就約出來了 約出來到跟毒員 結果黎明華一聽就覺得 我們什麼咖 我們還要付你管理費 然後這樣就開始 行行事蹦蹦蹦 就殺了三個人 就這樣為了一個管理費 殺了三個人 對 就殺了三個人 然後就開始亡命天涯 然後開始跟張錫民那些人接頭 跟張錫民 對 後來就越混越大尾 然後後來看到他的新聞 他就綁了鄭明昆 就把他給綁架 綁走了 綁走了之後 整個台灣的警察 那時候就開始慌了 刑事局也要介入 鄭明昆是誰 他是副董事長 鄭南公副董事長 被綁走了 而且這新聞大家都知道 全台灣的民眾也都知道 有這個新聞 但是抓不到人 知道是黎明華綁的嗎 那個時候其實 大概就心裡有個底了 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張錫民已經落網了 他落網之後 排名前十大的槍擊要犯 前四名就是黎明華 就是這四個人 好 可是沒有辦法 警察抓不到 而且那個時候 彪哥也說不要警察處理 不要警察處理 他說這是小回書 他說一定要把 鄭南公的副董事長 鄭明昆給救回來 如果你警察介入的話 這就不是 這彪哥自己救啊 對 他就自己救 那他怎麼救呢 其實很單純 那時候台中還有一個大哥 叫郭明大 其實他的輩分 郭明大 的輩分也非常的 對 郭明大 然後就是透過他去跟對方講 其實他們兄弟私底下 找不到他 郭明大 找得到他 對 很好 對 郭明大 他們就找得到 可是找郭明大 還可以直接談談 對 然後就跟高雄那邊 一個兄弟就講好了 就說好 如果要錢的話 大家可以談 但是我們要先知道 鄭明昆是生是死 因為外面有一些傳聞言是說 綁下來當天就解決掉了 做掉 好 那時候就想說 好 要知道是生是死 彭哥就照了幾個自己的年輕人 六台車就到了高雄去 當天晚上就去看了 好 他的小弟真的有看到鄭明昆 人是好的 而且毫髮無傷 決定要付錢 還看到了人 對 也看到了人 所以你看我們這樣講 好像都很單純 但是整個 不是 這對警察的威信 是一大重創 對 那個時候其實 跑社會新聞的記者 已經不知道要去問誰了 都直接去等彭哥就對了 好 不用問警察局了 對 因為彭哥那邊的話 系統是比較直接的 訊息也是比較快的 後來就約在哪裡 約在菲律賓 有彭哥這邊派他的親信 也迎娜 就到了菲律賓去 然後這邊的人 綁匪的也有一個代理人 第三代理人 也就到了菲律賓去 講好了2500萬給現金 給了現金之後 當天晚上11點 人家是非常有效率的 一手就要請一手放人 對 你在那邊 收到2500萬的時候 鄭明昆就回來了 鄭明昆就回來了 所以這件事情 也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鄭南宮不只是說 你做文創 做遶境 然後這個很光鮮亮麗的一面 你說真的有事情的時候 彭哥的實力他們還是在的 好 但是因為還是決定要辦 所以彰化警察插了單 為什麼是彰化警察 對 每一次遶境 到彰化的彌生地下道 就要打起來 為什麼 對 其實這個地方 那個彌生地下道 為什麼會每一次 變成競技場 對 其實這個地方 一定會打起來 而且也要打起來 為什麼 我們先講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個地方 沒有地方可以繞 你下去一個路就是上來 因為你不可能巴骨 對不對 下去就是上來 那上來的話 就是很大的一個重點 我今天這個廟 如果你想要請到媽祖來的話 你要有神教 神教你唱到 媽祖才會去你那邊 才會去巡安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 為了搶教 對 為了搶教 但是這個事情搶下去之後 其實有一年 2017年的時候 其實彪哥就很不高興 就說我自己來花 誰敢來搶教 那一年2017年 那一次就沒有打起來 就沒有搶教 可是後來其他的小兄弟 就跟彪哥講說 大了 你不對吧 你這樣大家不能搶 好像減一味一樣 所以他就是 那一年不搶了之後 從2018年之後 又開始搶了 又開始搶教 可是搶下來的話就沒有辦法 你知道嗎 搶下來的話那時候還找人 是為了把媽祖的鑾叫 搶到自己宮廟去 對 如果你可以搶到叫的話 你是不是就可以邀請媽祖 到我的宮廟 到我的宮廟之後 這是一個很大很現實的問題 人群是不是都會到你那邊去 媒體是不是都會到你那邊去 你要不要接受訪問 你會不會整個大曝光 可是媽祖會不會不高興 你這樣等於是勉強他 但是這個已經快變得 有點傳統了 而且有一年大家講說 方雅寧大家還記不記得 在台北的戰神方雅寧 他就到了彰化 他就當局長 我說我來出力 打得更慘 昆放其飛 撞來撞去 你們也搶過 我們是看過 看過搶一下 我們都沒辦法去唱 好 他們那種搶教他們 會用什麼手法搶 搶教用什麼手法搶 基本上有的會直接 剛才旁邊跟你擺一個按桌 什麼按桌 就是臨時一個按桌 一些貢品 你要經過他路上那邊 會擺個那個按桌 就是一個貢桌 對 擺在那裡 然後等於你要過來的時候 他就歸在那裡 要幫你參拜 你們旁邊的人是不是 有的會推說 閃閃閃閃閃 有的就是挑告他 就是說你要閃閃閃閃 就開始要幫你搶了 就是要找機會 就是要跟你爭執 然後去把轎子直接拉走 就自己一拍的人 就去把轎子拉走 那各地的公廟都會搶得很厲害 基本上大家為了要討論民主 這也是民主問題 其實江華分很多區 其實很多區 對啊 大家每一個人每一個人 角頭在的 大家角頭的少年大 我今天要來唱這首歌 你有沒有聽到嗎 少年來哭起玩意 攏這樣 對啊 這裡也哭 那裡也哭 整個你也看一些 為什麼大家都 這裡一拍穿一座 那裡一拍穿一座 那裡一拍穿一座 就是都這樣 所以不僅僅只是為了公廟 也為了當地角頭的民主 對喔 你如果唱到 你是當地老大 你如果沒有唱到 當然 如果當地有民主 我們這裡做小梨子 當然也去當地服務 當地說 這個小梨子好 他都帶到我旁邊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要強教 我會選擇 對 我會選擇 好 我會選擇 要是 對 我會選擇 我會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